距离上一次同框亮相已经超过一个月 碍于安全考量开战后遭二军点名为第二目标 欧琳娜藏身地点保密到家 这次受访也无法亲自现身 只能透过通讯软体回答记者问题 尽管只有文字但字字深入人心 借助媒体力量为国家发声 欧琳娜虽然没有公开露面 但持续透过个人IG公开谴责俄军罪行 更多管齐下14号更新脸书 未被围困多日的南部城市马力波 喊话国际希望给予协助 写下这座城市正在流血请救救马力波 虽然无法与丈夫并肩面对敌军 但欧琳娜用自己的方式为乌克兰而战 三里新闻怀生报导